一直以来呢我都想做一幅超级无敌大的手工地毯 但是像这种坐垫 一般我都需要至少制作七八个小时 迫于这个手动的压力一直没有下手 直到我发现了一个高级货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款 Top 10 Go 激动心颤抖的手 让我们一起体验看看吧 因为这个图案非常大 直接画把握不好比例 我就用投影把图翻转过去 照着瞄一下 用记号笔再勾一遍线 这样更清晰 刚开始太紧张 没有打开开关 一开始制作前还是挺难的 戳上去的毛线不均匀 也对不准线稿 好在都有专利 我重复拆了概括也没问题 想看看后面剩容的效果 好赞 慢慢掌握方法以后 速度也加快了许多 我发现从下往上做最线手 大面紧的戳起来最快乐 看着慢慢被填满的画面 非常满足和治愈呀 做完以后后面的信有些凌乱 用剪刀修剪 再后来索性拿出给家里主子剃毛的推子 速度倍增 线条轮廓慢慢变得清晰 且工整了起来 制作的这一面涂上一层厚厚的地毯胶 第二天完全干透 把毯子从架子上剪下来 再剪一块大小差不多的底部 找个开阔的地方喷上胶 注意变个东西要保护好环境 把布粘合好 枪枪枪大功告成 Top 10 Gun的出体验还是很棒的 虽然制作的一些小细节不如戳得那么精细 但是总的来说 它的质感还有速度还是很好的 初学者呢 我这里建议还是先从这种小的开始做起来 略手比较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么我继续研究去了 下次见 拜拜